白色汽車 被好幾名警察包圍 不斷用警棍敲打 但駕駛依舊不願下車受檢 下秒 催下油門 白車直接撞上黑色汽車 現場一陣混亂 警方在後面大喊 白車駕駛依舊不顧紅燈 加速逃逸 我只是這樣開過來就是 突然就 被撞到在天水地狀 破皮啊 還有腳應該都是黑青 被撞民眾和募集民眾都表示 現場沒有聽到鳴笛聲 懷疑白車是不是早就被警方鎖定 過程中遠景一路鳴笛追捕 白車駕駛在民族一路何時全路口 再次撞上其他車輛 玻璃破碎車頭全毀車身多處凹陷 警方最後在古山區逢甲路巡貨白車 但已不見車上駕駛蹤影 深夜警匪追逐 差點釀成民眾傷亡 目前警方已掌握特定對象 不讓嫌犯逍遙法外 馬爾西文綜合報導